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聊聊中国节目 今天的话题可不轻松 中国的经济数据让许多人捏了一把汗 根据最新报道 2024年首三季的GDP数据显示 超过65%的省份未能达到年初设定的增长目标 这是否意味着保五的目标将要泡汤 整体增速仅有4.8% 而香港的增速更是仅有2.6% 这无疑引发了各界的担忧 经济增长的放缓并不是偶然 尤其是香港的消费持续疲弱 私人消费开支连续两季下滑 这让人感到无奈 大陆的情况亦不容乐观 只有少数省份增速超过6% 而上海等经济大省的可支配收入增速 更是创下全国最低 这可能影响居民生活水平及消费能力 经济学家指出 实现5%的GDP增速目标难度极大 即便是第四季度需要达到5.4%的增速 也非一世 面对如此严峻的挑战 各地政府和企业必须加倍努力 寻找新的增长点 才能在这波经济波动中稳住脚步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不过先别太担心了 毕竟经济数据这种东西 就像过山车 总不能一直向上冲吧 有起有福才是常态 咱们就像坐在过山车上的乘客一样 捏紧安全带 心态放平 迎接接下来的惊喜和挑战 说到这个经济增速未达标的热搜 不少人可能会想 这到底是哪里掉链子了 其实吧 经济增长放缓的原因 可真是多种多样 像是全球经济环境不太给力 外部需求疲软 甚至人们在家窝久了 消费习惯也变得挑剔了 这就好比你一顿饭吃腻了 突然想换个口味尝尝先 结果发现新口味不太对味 胃口也就没那么大了 当然了 政府也不是吃素的 面对这些挑战 他们可是撸起袖子 准备大干一场呢 比如说有些地方 推出了刺激消费的政策 像是打折补贴 甚至还有抽奖活动 让大家的钱包和心情 都能狂欢一下 希望能借此提振一下 消费市场的活力 再来讲讲香港吧 真是个风水宝地 但这次经济数据 让人有点傻眼 毕竟这可是个国际金融中心啊 结果增长率竟然不如意 其实香港自己也在找原因 像全球经济疲软 消费需求下降 这些老生常谈的问题 还是得再想想办法 不过呢 香港也不是坐以待毙的主 反正前有政策支持 后有好山好水 香港特区政府 也在想办法提高竞争力 比如加强与内地 和国际市场的联系 提升本地服务业的质量 和创新能力 说白了 就是希望能在国际市场上 找到更多的机会 不让自己的经济小船 在风浪中翻了个儿 说到这儿 我都想给自己倒杯咖啡提提神了 总之 经济形势不乐观 也别太灰心 毕竟每一次风波过后 总会有新的机遇出现 希望那些经济增速掉链子的省份 能够在政策支持和政府努力下 找到新的增长点 重振旗鼓 这样一来 我们的GDP增长目标 说不定还能惊险过关 最后 大家在关注经济问题的同时 也别忘了过好自己的小日子 吃妈妈香 心情舒畅 毕竟日子还是要过的嘛 在此也期待经济形势逐渐好转 不管是政府 企业还是咱老百姓 都能在接下来的日子里 收获满满的惊喜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 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哎呀 面对中国经济目标未达成的情况 首先应该抱着积极乐观的态度 中国经济历年来屡创奇迹 虽然这次数据不尽如人意 但这可是一个调整和转型的好机会 正如伟大的经济学家凯恩斯所说 在危机中 懂得转危危机的人 才能笑到最后 经济增长的放缓 未尝不是对过度依赖投资 和出口模式的一次警钟 推动内需 发展高科技产业 都是值得去探索的新增长点 哎 楚天书 你的乐观态度固然可贵 但现实就是现实 中国经济放缓 可不是简单的转型问题 而是结构性问题 长期依赖的房地产和基建投资 逐渐失去动能 债务问题如悬崖上的钟摆 随时可能断裂 看看美国 1990年代的经济繁荣 就是因为科技创新带来的生产力提升 而不是简单的刺激政策 中国要迈过这样的坎儿 没那么容易 哦 谢琪琪 你可真的是个悲观主义者 但别忘了 中国的经济政策灵活调整能力 还是很强的 过去几年 一带一路倡议 双循环战略 都在积极布局新的增长点 就像鲁迅先生说的 真正的勇士 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 中国政府也敢于面对 经济的短期波动 更何况 内需市场还未完全被开发 科技创新 正在逐渐成为 经济新的驱动力 未来可期啊 哎 政府的政策当然重要 但市场信心 才是经济发展的基石啊 现在老百姓可不见得 像你这么乐观 收入增速放缓 消费能力下降 实实在在地影响到 每个人的生活 你说的双循环是好 但如果居民不愿意消费 企业不愿意投资 这循环如何启动呢 就像鲁迅所说的 一夜账目 不见太山 不能总是寄希望于政策 而忽视底层的问题 哎呀 市场信心的问题 当然重要 但这不也正是政府 需要努力恢复的方向吗 通过改善营商环境 降低税负 提升居民收入 都是恢复市场信心的措施 看看历史 美国在大萧条时 罗斯福新政 不也是在政府引导下 恢复了市场信心吗 中国同样可以通过 一系列改革措施 逐步恢复经济活力 重建市场信心 你说的这些措施当然好 但政策和市场之间的传导 未必总是顺利 就像大萧条时期 即便有新政 恢复也并非一朝一夕之事 而中国现在的任务 不仅是恢复经济增速 更要应对全球经济环境的变化 对内还要解决人口老龄化 生产效率 低下等一系列问题 想想沙士比亚的话 困境常常产生大失 但不是每个国家 都有足够的时间和耐心 去等候大师的出现 我是评委和李 我想对两位精彩的辩论 做出评论 楚天书和谢琪琪 在关于中国经济增长 放缓的辩论中 展现出两重截然不同的观点 楚天书主张应该 保持乐观 认为经济放缓是转型的机会 而谢琪琪择强掉现式的残酷 指出中国经济面临的结构性问题 二者的辩论 引发了我对当前 中国经济形势的深入思考 楚天书的观点 体现了一种积极的心态 他引用了历史上成功的例子 来强调调整和转型的重要性 他提到内需和高科技产业的潜力 似乎试图让我们相信 未来的发展依然充满希望 然而 这种乐观的论调 在当前经济现实面前 显得过于理想化 现实中 中国的经济结构已经出现了问题 仅仅依赖政策的灵活调整病 不一定能够解决深层次的困境 而谢琪琪则揭示了楚天书论点中的漏洞 强调是长信心的重要性 他提到收入增速放缓和消费能力下降 对经济的直接影响 这让我们不得不证实消费者在经济增长中的核心地位 单纯依赖政府政策而忽视市场的基础 恰如一叶账目 不见泰山 这是对当前中国经济问题的真正剖析 在辩论中 楚天书虽然提到了历史上的恢复案例 但在当今全球经济环境下 对中国而言 恢复是长信心的过程并不简单 谢琪琪以大萧条中的新政威力 表明政策执行的效果并非必然 这种深刻的见解让我们明白 经济恢复需要时间和耐心 而不是短期的刺激措施 总结来看 楚天书与谢琪琪的辩论 展现了中国经济问题的复杂性 楚天书的积极乐观固然重要 但在面对结构性挑战时 仅靠乐观的态度 无法促进实质性的改善 而谢琪琪的现实主义则提醒我们 市场的信心和消费能力 才是经济增长的基石 在未来的经济政策中 我们需要找到一种平衡 既要有政府的引导 也需重视市场的反应 中国经济要想走出困境 必须正视当前的挑战 并制定行之有效的长期策略 而这需要政府 市场和民众三者之间的良心互动 六度AI克隆声音系统 让您拥有145种语言能力的新时代 在这个不可思议的新时代 语言不再是障碍 六度AI克隆声音系统隆重推出 这项由欧洲 美洲 亚洲的顶尖科技 语言和媒体专家 合作开发的创新技术 现已开放使用 该系统能够克隆您的声音 并将文字转换为语音 使您能够掌握 多达145种语言和方言 为您的生活和工作 提供全方位的支持 革命性的多语言能力 六度AI克隆声音系统的最大亮点 在于其广泛的语言覆盖范围 无论是商务会议 国际交流 教育培训 还是日常沟通 这项技术 都能让用户在全球范围内自由交流 只需几分钟 用户便可轻松克隆自己的AI声音 体验从未有过的多语言沟通能力 简单便捷的使用体验 使用六度AI克隆声音系统 非常简单 无需任何专业设备 也不需要学习复杂的技术知识 用户只需进行简单的操作 即可完成声音克隆过程 并将其应用于各种场景 无论您身处何地 都能通过这项技术 突破语言障碍 实现高效沟通 广泛的应用场景 这项技术的应用范围广泛 从商业到教育 从媒体到娱乐 都能发挥重要作用 对于企业来说 这意味着可以更好地 与全球客户和合作伙伴沟通 对于教育机构 这可以帮助学生 更好地学习多种语言 对于媒体和娱乐行业 这将带来全新的内容创作方式 立即体验 6度AI克隆声音系统 现已上线 欢迎访问以下链接进行体验 6度AI克隆声音系统 HTTPS 6度World TTS 立即登陆 体验这项改变未来的创新技术 让您的声音在全球范围内响起 谢谢大家收看6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6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6度世界网址是6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